大家好,我是彩虹 绿豆糕又有新做法了 更简单了 120克绿豆,提前一碗泡好 泡的时间久一点 绿豆膨胀的大,皮就粘开了 搓一搓,多过几瓶水 绿豆皮就基本已经脱掉了 有个别不愿意脱皮的,也不用管它 再准备180克筛药 去饼后切成小段 先将绿豆倒入到蒸屉上 搓几个洞,方便蒸熟 再放上山药段,同绿豆一起蒸熟 水烧开后蒸半小时就可以了 然后将蒸熟的山药倒入到碗中压成泥 山药要选择这样的铁棍山药 蒸熟厚绵绵的,比较干,这样更容易成形 静置晾凉 再将蒸熟的绿豆倒入到绞肉机里 打成泥,干蒸绿豆再打泥也是粉粉的 这样不用炒馅,省食又省力 按根仁口味,加点糖拌匀 然后再直接分份儿 先揉圆,再搓成小长条状 这些馅料可以做8个 然后在晾凉的山药泥里加入30克低筋面粉 抓拌均匀 再揉成不粘手的面团 同样分成8份 搓成小长条备用 然后取一个山药条按扁 轻轻的擀开 放上绿豆馅 放上绿豆馅 卷起包好 搓均匀 再按压成四方的形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家里还没有煤气 先入手了一个小电锅 煎炒炖煮,样样精通 用起来真是太方便了 关键还特别的便宜 锅里少倒一点油,刷均匀 放入晒药绿豆糕 小火煎至溜面金黄即可 因为里面的馅料都是熟的 只要把皮煎熟了就可以出锅了 鲜儿做的绿豆糕简单省事儿 少油少糖 营养翻倍又健康 吃起来绵绵糯糯的 口感清新 太适合天热的季节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